来我们接着往下 取得每个薪水等级有多少员工 每个薪水等级 起码的算出 十次员工每个员工 他的薪水所属的等级 按照等级分组 基数 每一个薪水等级有多少员工 你多少那肯定是炕有关系 对吧 计数了嘛 取得每个薪水等级有多少员工 所以首先第一步的话 咱们得先看看 第一步是干什么 找出每一个员工的薪水等级 找吧 两张表连接就是薪水等级 对吧 delect ename salary 他的薪水等级grade 直播他是从E表中取的 他是从E表中取的 这是从什么S表去的grade Bron BMP E Join什么 salary grade S on 确定是E的公司 Between 是吧 在S的law salary 按S在上面 high salary 14个员工 每个员工 他是不是都有他的薪水等级 他说 每一个薪水等级有多少个员工 你肯定按他进行分组技术 一和一是不是在一波的 对吧 三和三都在一波的 找出每一个员工的薪水等级 第二步 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之上 按照什么grade的分组技术 那你这条语句直接拿就行了 也不是什么临时表的 因为你刚刚做完什么表连接 刚做完表连接 你就可以分组啊 来 这边的话 from 然后EMPE Join 是吧 另外一张表 三是确定大S 条件是他 连接的条件是这个 近分组 格务格败 是吧 按照什么分组 s.grade分组 技术 con的新就行了 所以这边的话 s.grade可以写到这 因为是按它分组的嘛 所以按这个分组 就可以写到这里 后边再加一个 con的新过去 好了 咱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咱们直接执行 执行结果 12345 五个等级 每个等级有多少个员工 33251 这个不用算了 加起来它一定是多少个呀 14个 不一共14个员工吗 一级别有三个人 二级别有三个人 三级别有两个人 五级别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确定 是吧 这个12题咱们说完 取得每个薪水等级 有多少人工 其实就是说 你找出14个员工 每一个员工 他所指的薪水等级 按照薪水等级 分组计数就行 是吧 五级别有个人 五级别有 flower 五级别有什么